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评论获得积分 有关计划被指加强对民众意识形态控制 9月17日 独立学者高法林在社交媒体平台爆料 学习强国APP彻底结束 高法林表示 中秋节前收到国内朋友转发了一则喜讯 今天接到群里通知 坚持了5年的学习强国APP 即日起上级不再考核登陆情况 从此以后再也不用每天登陆了 大概从去年底 其实已经处于半烂尾状态 后台已经无法查到谁没登陆了 这次事终于石头落地 彻底结束了 海外时评人士江峰认为 这次是体制内悄悄通知停止考核 这实际上是中共停止某一项全国性运动的方式 如果明着通知 大家都会觉得变天了 说习近平完了 这对领袖形象打击太大 于是偷偷传达第一体制内的干部 因为这种事情 要是没有强迫手段 要是没有正工干部没事找师的监督 普通人特别是普通公务员 没有人愿意去做 学习强国PP由王沪宁主持 是一个宣扬习思想的重点项目 于2019年元代上线 他面对的是八千万中共党员 公务员和国企员工 后来扩展到大学生 中学生和小学生 学习强国PP就有如当年盛行的红宝书 红宝书在1971年突然退潮了 因为发动者林彪被判并刺杀毛泽东 带路之后的出逃 结果人折戟沉沙 而红宝书也就没人捧在怀里了 只要领袖还活着 他的运动 他的思想是没人敢喊停的 那么我们想是不是就像红宝书那样 学习强国PP的悄悄喊停 是不是发起者王沪宁出事了呢 正如同当年的林彪出事一样 旅美政治评论人士陈破空认为 学习强国PP突然被叫停 与现在的政治气氛非常符合 这软件先是传出可以不积分 第二步就传出了该软件可用可不用了 最后进一步传出下架了 卸载了 陈破空表示 学习强国PP目的是搞个人崇拜 为了像毛时代那样 年年学月月学 日日学年年讲 月月讲天天讲 以为能加深对所谓领袖的崇拜 这是习近平的意图 但是没想到在7月份的三中全会 习近平一个病倒 局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等他被救活过来 权威重跌 权力也重跌 军权旁落 军权是张又霞在掌控 现在进一步的连党务政治也收缩了 这两天习近平的活动一减少 党媒党报又没了习近平了 查一下昨天的报纸 人民日报有一条 新华社一条 环球时报一条 新闻联播一条都没有 解放举报也就一条 新闻联播居然一条都没有 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 现在学习强国APP下架了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习思想下架了 习著作下架了 陈破空指出 这个软件不只是强制人民学习习思想 到习近平个人崇拜 软件还有一个用途非常阴险 这个软件安装了一个后门 可以监控你手机中的所有东西 美国开放科技基金曾对学习强国APP进行代码分析后发现 北京主管部门可以通过此应用程式 检索一亿多用户手机上每条资讯 照片通讯录以及浏览器历史 还可以随时启动手机的录音功能 开放科技基金的技术总监奥恩表示 中共基本上可以使用此应用程式 访问超过一亿用户手机的资料 中共的用意是扩大其监控范围 并将其监控范围扩大到公民的日常生活中 把这一件救不了经济 习近平玩声东击西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内容 习近平为核大反转 经济崩溃 民众不满急剧蔓延 降息又降准 中国最高层为什么突然转变立场 据法广报道 北京当局连续两天发广测测经济措施 外界分析 这是自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 中国经济一直受到房地产危机 和家庭消费疲软打击下采取的紧急措施 这也是北京要实现其5%左右的 经济增长目标的被迫之举 彭博新闻的报道甚至质疑 此仅凭争取多少时间 9月24日 中国央行下调了短期利率和现有抵押贷款利率 降低了购房最低首付比例 允许银行将更大比例的资产贷出 允许银行将更贷出 你据国内去 中国央行下调了基准利率 央行在一份声明中宣布 金融机构中期贷款利率错二 3%降至2% 这是自2016年以来 中国央行开始使用这一货币工具 引导市场利率以来的最大降幅 降幅达30个基点 可谓已降至历史最低点 亚洲股市随之攀升 腾共中央还发布了有关就业的24条举措 并称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 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中国居高不下的青年高失业率 与房地产被轻援 已成为中国经济难有起色的完整 外界舆论注意到北京的一系列举措 德国《商报》评论称 相当长的时间里 对于中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 中国领导人要么美化现实 要么视而不见 直到对今年经济增长的负面与亲贫出台 北京高层的立场似乎才有所转变 评论还称 鉴于持续的房地产危机和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 民众对以习近平为首的最高领导层的不满情绪 也在不断蔓延 恒博社则在报道中国银行刑长潘光盛 24日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内幕时质疑 此举能为习近平争取多少时间 报道员印知情人士透露 周二中国央行的简报会 仅是提前48小时紧急安排的 此亲平政府中的高级领导人 焦虑情绪不断加剧 政策制定者举行了几次 事先并未安排的闭门会议讨论经济问题 因为今年的增长目标显然难以实现 知情人士特别提到 一些重要的沿海省份官员发出警告称 难以实现今年的GBP目标 这让领导层担忧 报道还称 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迅速转变 让许多官员感到意外 他们为重镇经济而拟定的政策建议 已经等待好几个月才得到反馈 据要求匿名讨论私人事务的监管官员称 杖州他们突然收到邀请提供更多信息的请求 迫使一些人在周二的简报会之前通宵加班 彭博社的另一篇报道原一篇报道原一 北京知情人士透露 高层先前对经济形势快速各化误判 现在急于修复经济预期 过去的雇本培员政策受到了严厉批评 可能核心经济制党团已经被替换 一系列措施出台后 股票投资者受到国务、亚洲股市上涨 不过许多分析师不确定新一轮刺激计划 是否足以真的提振中国经济 后为中国股市带来持续上涨 华尔街日报引述凯头宏观的专家 埃文斯·普利·查德警告称 肥热家庭去杠杆化和许多私营企业 对借贷持谨慎态度 货币政策在中国已经失去了很大效力 因此仅靠最新宣布的举措 不太可能推动信贷增长和经济活动好转 要实现这一目标 就要比目前适度增加 政府支出的计划规模更大的财政支持 中国央行周二推出一系列 试图振兴经济增长的措施后 GOSA调了基准利率 香港和上海的股市虽然闭市时分别上阳龄 7%和1%但法新社报道 北京市民对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措施 反映很有保留 一名在金融领域工作的胡信男子表示 我不认为这会让我更加乐观 经济咨询公司中国指数分析师 谢赫扎德·卡奇告诉法新社记者 中国降息已不足以刺激经济增长 他认为在经济不确定性和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导致消费支出减少并成为经济增长主要障碍的时候 中国政府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家庭刺激计划 还有分析指令北京在此刻推出一系列措施 除了担心本年度5%左右的增长目标难以落实 减缓民间对最高层越来越大的不满情绪 应该还有一个短期目标 为庆祝中共建政75年营造气氛 其中一项措施是向特困人群发钱 根据《新京报》25日报道 中国政府将向低收入群体发放1500亿元人民币现金就基金 据指这是为了及时传递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关心关爱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内容 多不解决关键北京脱市之举难破死局 对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斥资人民币80亿元支撑股市的举措引发了乐观情绪 但问题是 在人们对经济根本性疲软的担忧 亏之不去之际 投资者和企业是否会买账 中国央行史无前例的承诺 通过新的互换和贷款 安排向中国股市注入人民币8000亿元的流动性 分析师对此表示谨慎欢迎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王颖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尽管这些措施绝对是积极的 但观点在于落实 根据流动性安排 第一阶段将提供人民币5000亿元 供基金公司、券商和保险公司购买中国股票 另外人民币3000亿元将用于为上市公司股票回购提供融资 分析师表示 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挑战包括 投资者承担风险的能力和意愿 以及支持措施对经济数据的产生积极影响所需的传导器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根本性挑战是否得到解决 巴奇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机构投资者是否有动力利用中国央行的工具来建立杠杆 要看是否有具吸引力的投资选择 投资风险以及偿还通过这些工具介入的债务的义务 最终都落在借款人身上 这些支持资金本身的规模可能是另一个问题 一些人表示 第一阶段的资金规模不足以产生实质性影响 巴奇分报告中称 中国央行宣布的第一阶段流动性安排仅占中国股市市值的1% 作为一篮则货币宽松政策的一部分 中国央行还下调了银粉中款准备金率 中国政府未来几个月可能还会推出更多宽松措施 刺激方案宣布后 中国股市随进程施压 中国股市随即录得4年多来最大涨幅 基准上证终止周二收盘大涨4 15%后周三收涨1.2% 同样香港恒生指数周二飙升4.1%后 又在周三取得0.7%的涨幅 日新冠疫情以来 中国股市受经济增长放缓和资本败流拖累 一直是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 去年恒生指数下跌14% 上证终止下跌15% 自今年年初以来 有关部门为了提振投资者信心和应对市场波动 已经采取了一些零敲碎打的措施 例如暂停限售股出借以增加做空难度 以及加强对新股上市的监督 但这些措施尚未能起到太大作用 因为对经济健康状况的担忧挥之不去 尤其是在8月份经济数据弱于预期之后 当月中国房价创下9年来最大跌幅 同时零售销售和工业生产活动继续放缓 除了旨在注入流动性的相关安排之外 中国央行行长谭公盛周二表示 央行正在研究设立凭准基金的可能性 根系师们表示 尽管政府直接购买股票可能有助于在短期内提振回报 但制定计划应对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是中国股市获得价值重估的一个必要条件 川干事单利的王英英说 反弹的幅度即可持续取决于能否成功摆脱通缩 以及公司业绩增长能否处理反弹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内容 把接一件救不了经济 习近平玩声东击西 绿环尔街日报报道 东国正面临楼市危机 债务危机 测经济信心危机 而国家权力机构对批评者的打击 让形势雪上加霜 本周和同事王春翰报道了一则消息 中国一家顶级智库的一位知名经济学家 受到调查 已被拘留并免职 拘留并免职 继传他在一个私人聊天群中 批评了习近平治理经济的方式 习近平治下的权力机构 在抓捕领导人眼中的反派 以转移公众对经济困境的关注 过去殷庭言朱恒鹏 一直担任官方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 他近期的遭遇是上述行动的最新耐力 新丁廷施压 我们的报道提到 本月满55岁的朱恒鹏 于今年春天被拘 据传此前他在一个微信私人聊天群中 发表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 杜恒鹏的言论 包括对中国疲软经济的评论 以及提到习近平个人生死的含蓄批评 到目前为止 这些反派包括商界大亨 银行家和学者 几乎是任何敢于质疑习近平的领导 或被认为不符合这位最高领导人 意愿和需要的人 一位中国政府经济学家告诉我 我们最重要的指导原则是 提遵守政治路线 这位经济学家说 实际上这就意味着 像他这样的经济学家 必须正面评论经济 无能有消极言论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过去几年 中国政府一直在描绘 中国经济的光明未来 并承诺之时遭受重创的 作为中国经济增长 和创新引擎的民营部门 但官方没有什么具体行动 让外企和民企的老板们感到失望 除了压制批评声音之外 中国政府还加强了对数据的控制 限制投资者和分析师 获取对洞悉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信息 所有这些旨在掩盖中国经济真实状况的努力 都只会导致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 在整个商界失去公信力 官方对意见的打击范围越来越广 尤其对知识分子和其他发生者的震慑 导致了自20世纪70年代末 中国对外开放以来 从未出现过的公众信息危机 许多中国人将如今的政治环境 与毛泽东时代相提并论 带了时代几乎毫不容忍与这位伟大舵手意见相左的任何声音 每当中国政府呼吁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 以促进对中国经济的积极看法时 这种提法都会唤起人们对毛泽东时运动的糟糕回忆 包括当时官员们是如何在中央计划经济失败时掩盖坏消息的 如今中国经济的重要性 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远高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中国在全球GDP中所债的份额已从不到1%上升到近20% 许多经济学家一致认为 中国经济现在需要中国政府拿出强有力的行动计划 以解决房地产市场崩溃 以及中政府和许多金融机构面临的债务问题 许多人呼吁采取市场化解决方案 就像人称朱老板的前中国总理朱荣基采取的做法 他曾在20世纪90年代与资本主义的缩影华尔街展开合作 重组中国资不抵债的银行业 如今中国的经济问题仍有解决办法 而搞猎物行动以压制批评声音肯定不是其中之一 不审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内容 爱机密给中国 爱调查中资背景硅谷公司 据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被BI正对一家利用中国资金成立的 硅谷创投公司霍尔资本展开调查 你理清其是否让中国当局取得科技新创公司的商业机密 报道说 以资本额一 15亿美元于2015年成立的霍尔资本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投资了360间 投资了360家美国科技新创公司 当中包括收购自动驾驶车制造商 Cruz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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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的北京私募股权公司中科招商CFC集团 崩科招商的资金 透过上海与开曼群岛的实体流向在德拉瓦注册 以及在加州帕罗奥图营运的基金公司 其中包括霍尔中科招商国际 与CSC Upshot Ventures 知情者透露 FBI正调查是否霍尔资本取得新创公司的技术 财务或客户讯息 并分享给CSC集团或中国当局 他们表示FBI在调查发现霍尔投资的一些公司 是美国政府包商 以及霍尔部分资金或许来自中国政府资金后感到疑虑 被调查时机正值 美中地缘政治紧张升温 冲击硅谷创投产业之际 于西过去一年 FBI针对智慧财产 同意交给中国的风险 建议了曾任职或与霍尔合作的个人 以及取得该投资的一些新创公司创办人 霍尔自2019年以来将部分股权转移至 另一家由中国母公司控制的美国公司 FBI的调查也波及硅谷最知名的投资平台之一 Injolisk平台 2015年至2016年 该平台取得获N8千万美元的注资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